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升级梅客室 有请升级主持汪万宁 汪万宁 汪万宁, 资深传媒人 纵横娱乐圈40年 不少名人, 巨星, 幕后大师 都是她的好朋友 可谓相识满天下 上一集, 廖安丽 说过她移民以及做生意的经历 这一集, 她会否拔丈夫 叶清琳出家的时候 心中有多争扎 我当时闪过的念头 就是我结婚的时候 所以有一个感触上来 当时就流淡了 丈夫和女儿都不在自己身边 她怎样面对独居的生活 我连一个人在街上吃东西 我仍未很想 仍未能够适应 可以这么说 廖安丽, 电视台艺员训练班出身 80年代中 和著名摄影师叶清琳 结婚后淡出娱乐圈 专心经营婚纱摄影生意 曾经移民澳洲八年 直到2000年才重返香港 2010年, 廖安丽的丈夫叶清琳 放下家庭, 放下事业 毅然到台北出家 成为常林法师 回想当时出席丈夫 提到怠度仪式时的情景 他依然有好心的感受 其实我很想了解你当时 在常林法师出家的时候 他邀请你去出席怠度仪式 对, 出席怠度仪式 他说要辞亲 待会对你叩拜三下 挺驚訝的 完全没有预料, 他也不知道 我也不明白 不早就告诉我 我有心理准备 是的, 你那时的心理如何 很突然 不是吧, 为什么你要跪我 真的跪我 是的, 他说到时 我也不知道 师傅说 原来我们有一个持亲仪式 到时我要跪你 他说, 为什么你跪我 我受不起 我当时就这样 我受不起 然后他就说 要走出去 他很忙, 要准备其他东西 所以就想着 那不重要, 跪就跪 兵来将挡 就是这样 那时的心理 你想什么 你会不会是很… 你说跪着的时候 是的, 一剎那种心情 我真的完全没想到 当时我会这么白感交集 之前他跟我说 我只是很突然 因为没有心理准备 你不用跪我了 不用跪我了 是的,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想着 好, 当作玩 就是这样的想法 怎样知道 因为不止他那天出席 有一排人 有一排人 几个 然后就其他朋友 都是他的亲人 对, 他亲人 最亲的人就来 让他跪卖 我看着旁边 每个人都坐在那里 他们几位刚刚看到的法师 就分别去跪卖 可能当时那个环境 即是那种的庄严 是令到很自然 又真的有很多感受 会涌出来 就是在他… 是起源 还是… 我只能够说白感交集 即是什么都有 喜怒哀乐 一下子 一下子 是的, 一下子 也有 我就很记得 我当时闪的那个念头 就是我结婚的时候 即是… 是 很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我结婚的时候 在我的咖啡店的时候 Louis就在唱歌 解释落 我伴榜 他唱了个婚礼 送给我们 不知为什么当时我又哭 很感动 很感动 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我一向都很喜欢Louis唱歌 没有朋友也喜欢 我听就觉得很好听 当时我又好像有很多感受 我终于… 好像有个句号 就是我的单身生 单人 又有个句号 我开始突入了人生另一个阶段 我估当时我是这样想 所以有一个感触上来 当时就流泪了 而在池亲那一刹马 我当时就是想起那个感觉 现在你的单身又开始 原来人生就是这么有趣的 好像终了一个圈 又回来 对 原来真的是一个圆形 对 好像是地球那样 廖安礼尊重丈夫这个决定 亦接受这个事实 一切既来之, 质安之 随后的日子 廖安礼一家人的相处方法 就升华到另一个阶段 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和常林法师 如何去相处呢 我当他是我师父一样 就是你请教他 有什么佛学上的问题 对 其实以前我已经当了他 是我… 不要说是师父 当了他是我师兄 一段很长的时间 因为事实上 他学佛的修为比我高很多很多 要不然他也不会有恩恩缘 现在出了整家 所以我一向过去十多年 我都很喜欢请教他 关于佛学上的知识 因为我很难看书 那就好, 你看了我 接着你告诉我 你便吸收 对, 吸收 快很多 听故事又比较好 没错 就算以前他还没学佛之前 他很久很久之前 他自认自己是一个笑傲轻狂 自我中心很强也好 我为什么会嫁他呢 其实我始终觉得他是一个有内涵的人 不是真的 可能那时候他是… 青唐只是一个表面 不是 那时候… 如果有人说他现在是自私 其实那时候他是自私的 他自我中心强的人 怎会不自私 自我中心强的人 其实就是变相自私 对吧 他不会认为人着想 跟一些对相反的 就认为人不认为自己 所以你们两个不是很合格 对了 很合格 现在我仍然会发心去护持长唐法师 所以以前其实我都已经觉得 他是一个有修养、有内涵的人 他自己是一个性格 但他其实是有内涵的 你觉得他现在出家两年 你觉得他是不是真的 找到他的终极之路 找到 很快乐 有,我也有访问他 是吗 我们一直有沟通 是 儘管不是见到面 我们也会有电话 有沟通 因为事实上 他不是躲在深山里修行 可能我可能不明白 他进入人间 对吧 其实他今天有很多事情在做 他有出书 是 他师傅也有出很多书 他要做很多 跟外界联络 沟通的东西 用法 是 所以我们经常有联络 所以我一直在做一些组织的事 所以我们经常沟通 所以有很多机会去聊天 我也有问过他 我问他 他说这个师傅 你觉得是否真的找对 我真的关心他 所以他又说是真的很对 真的很好 所以很感恩 我也很开心 他没有走错路 他有没有关心你 他有没有说你 会否适应你的单身生活 他不用问我 我自动会说 譬如你遇到困难 你会不会告诉他 我当然会 我会的 我有什么困难 我都会告诉他 我会电邮 我不会无端地打电话给他 除非我们约定时间 尤其是跟两个女儿 我们会一家四口 好笑的 之前我们一家四口 分血住在四个不同的地方 就住四方不同的地方 大家都没机会见面 用视像聊天 对 我们会这样聊天 但平时我不打电话给他 因为他很忙 我会电邮 他有空时就会回覆我 我有什么不开心 遇到什么困难 甚至有什么重大决定 我都会问他拿意见 他如常地是没有变的 他跟以往一样 他都很肯去回答我 他会的 他很喜欢帮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如果有什么疑难习症 问他 他都一定会帮我们 你两个来年 对于爹地出家 他们有什么看法 有没有跟你讨论一下 没有的 他们总之更放得开过我 是吗 是呀 没有的 尤其是大女 大女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他们自小 已经开始听佛陀故事 所以他们对于出家 这件事 就不抗拒 比较自身 尤其是大女 因为大女 她是以缘目染 我记得她在中学的时候 已经告诉我们 她会利用她平时听到一些做人的道理 是会用到她周遭的朋友 去如何开导人家 开解人家 而小女 本来我会担心一点 因为小女 她比较艺术人 她的喜乐会比较极端一点 一是很喜欢 一后不喜欢 所以我们又担心一点 不知道她能否接受到 但后来自从爹地决定出家之后 因为大家都不是一起生活 他们已经在澳洲 我小女又写了一个很长很长的email 去跟我们分享她的感受 那里面的子女行奸 是完全看到她的正能量 是令我很放心的 所以她们很没问题 反而因为爸爸这次出家 我又觉得更加加强了 我和两个女儿之间的亲密关系 令到她们两个虽然不是在一起 但令到她们两个会更加明白到 妈妈现在是变成了一个人生活 跟她们一样 而她们也很清楚 因为我会说 好像妈妈不是那么厉害 一个人生活 因为妈妈从来没试过 所以她们在某一个程度上 他们会懂得… 多了关心 对,她懂得在我的角度去看东西 所以我觉得很好 下一节,廖安妮道出丈夫出家 她怎样担得起头家 我不是真的有那么多钱 我们不会有太多接触 因为始终过去有一段时间 我们公司也欠过钱 重新过独立生活 她怎样跨过寂寞的时刻 我是怕寂寞 我怕孤独 我怕一个人 我不习惯一个人生活 但是那又怎样呢? 我仍然是要生存的 好 廖安妮在叶清林未出家之前 两夫妇一起为婚纱摄影公司打拼 最后公司卖盘 叶清林又随之出家 维持家庭的重担 一下子都去到她身上 令不少朋友都非常担心 很多人都关心你的经济 你自己又会不会担心 这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是,这个很现实 是我明白的 老实说 我不是真的有那么多钱 我们不会有太多接触 因为始终过去有一段时间 我们公司也欠过钱 所以你说完全没有压力 尤其是现在始终 现在开始都不小 你只是租地方住 都是一个钱 我小女儿在澳洲生活 也是有一个钱 再加上平时自己也有些生活费 那上海法师 你用不需要去帮她? 那个是随心的 那个没有限定的 即公养是随心的 不过我自己又发了苑 我很希望我有生之年 如果我能够有能力的话 我会共养 去护持她 所以我现在暂时来说 我又没有去到食谷种 我没有能力的时候 所以现在有时要去旅行 甚至乎寺院要筹款 我自己也会出一分力 所以有不少朋友 都会帮我计算 他会担心你 担心你 所以我就说 如果是的话 也不用担心 一来去摄影班 我还继续有些收入 那现在又很好 之前TVB又叫我拍剧 那又有些收入 那最近有个广告 那里又有一些外快 然后又拍一下这个 拍一下那个 隔不中玩一下 那都可以的 那我又觉得不用死的 就是不用这么担心 不用死的 总之我有手有脚 最主要有健康身体就行了 你有健康身体 你有个正面正能量的动力 那就一定没有事发生 很多人都会担心 为什么呢 常灵法师这样的出家决定 会不会是比较自私 我想那个出发点 大家都会担心你的经济 所以我就说我很感恩 很感恩 我知道很多人会有点误解 但是这个误解 其实是基于一般人的想法 不是基于关心我 如果他不是关心我 都不会这样想 所以我常常都和朋友说 很多谢你们的关心 但是真的不用担心 老实说 即使常灵法师 他在未出家之前 即是临走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有留下 即是他全都见了 是的 即使什么都没有留下 其实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 其实都不会有怨言 为什么呢 是因为始终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独立个体 即不应该去医护 是的 我就是我的问题 就是我过往医护得太久了 医护了这么多年 搞到现在自己都真的要很努力 如何去学独立 过去这两年 廖安丽要面对的 除了是经济压力 还有就是回复单身的日子 从未试过一个人生活的他 如何重新学习独立呢 神灵法师出家了两年 你觉得这两年 你的变化大不大呢 自己好像心理上 是因为一路变化了 是一路变化了 一路变化了 一路变化了 开始第一年更好一点 可能就是因为他一出家之后 我实在太忙了 还有受到很多关注 当时 有很多朋友找你 有很多关注 不仅有拍剧 花了四个月 根本不愁折磨 很忙 那时候的气氛都不少 是的 很多 然后有同时有舞台剧 直接忙到不可开交 直接觉得访问又多 是 是 直接觉得全世界在关注我 我现在有很多工作 很开心 很充实 还有我还有很多义工 不断在做 真的不懂得去寂寞 直到去年 直到去年 我在五月份做一个舞台剧 跟志叔的 那个叫邪路黄花 做完那天之后 我突然间一看 因为我还是很老套 用个日历的写 突然间看 凶白 后面这么没东西 怎么只有义工 那些东西都去了哪里 都去了哪里 对了 开始 还有之前很关注你的人 已经没那么关注了 已经过了 过了 所以觉得现在才真正是一个开心 你面对未来就是现在开始 是 就发觉 真是去年五月后才开始 距离现在刚刚一年 我就觉得 现在是有进步的 但是都未是真的做得很好 我连一个人到街吃东西 我都还未是很想 就是还未能够适应 那里 可以这么说 你会不会一个人去看电影 一个看电影我没试过 你都不会 我以为你会肯定 我没有 那吃东西可以了吧 吃东西可以 吃东西也可以 我就是 就是我还是不享受一个人 可能我是习惯了 过去几十年 我都是为 我总是有人的 我身边 就是要为人的人 是啊 而且总是有个人在 有一些人在 或者有一些人在 我真的没有试过一个人 我从来没有试过 自己独身的生活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真的要和大家分享 是的 要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担心家庭 很多女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不过也未必 像我这样 有的很厉害 而且你比较特别 你比较特别 因为你不是离婚 不是 不过你先生出了家 即使是什么情况也好 总之 如果从来没有试过自己独立生活 真是可能去到某一个年纪 才要自己独立生活的话 是真的很难适应的 为什么你觉得你没有独立生活 你是说是心理上的 不是 心理 我从来没有试过 家里没有人的 我从来没有试过 我从小长大 我一定有家人 然后就有老公 然后有三女儿 又有菲容 还有只狗 就是有人转着 在你身边转着 是的 而我一直以来 我很喜欢被人爱 和爱人的人 我是会很为我身边的人 去打碟一切的东西 但现在突然没有了 没有东西被你打碟 我只是打碟自己 立刻站在那里 瘋了 即是我要做什么 我今天是吃什么早餐 我今晚吃什么 我好像没有了一个重心 没有 是好像很空 突然觉得… 很荒惑 很空 好像浮在大海 浮在大海 不踏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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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很虚 没错 所以去年 当我发现自己有什么情况之后 我就四处去求助 幸好 始终我也有学过佛学 又加上有些禅修 就是打坐的习惯 有时都懂得如何观察自己 所以当自己有些情绪的变化 或者有些我们叫起心动念的时候 自己都会注意到观察到 观察到 发觉不行 不能再给这种感觉 是继续延续我去 那我就走去四出求助 而我也是一个什么都能说的人 我很肯和人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 幸好 不然你可能变成我的情绪病 是的 如果你藏起自己不出声 就慢慢越来越说 是的 一定会 所以我真的可以奉劝所有朋友 无论是男、男、女、女都好 如果真的发觉自己有些屈结 如果真的觉得不能解决 是的 真的一定要求助 而是一定有东西可以帮到 就是去求助的时候 一定有东西可以帮到 叶青林出家之后 廖安丽也曾经多次参与禅修 虽然没有正式出家 不过从禅修当中 就令他领悟不少 为什么要学佛呢 其实也很想看看 其实我们人做人 最终我们其实是想如何 最终我们是寻找些什么 就等于像他们禅修那样 究竟谁才是我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好像我说去年我自己不开心 我情绪不肯定 我怕寂寞 我很老实说 我是怕寂寞 我怕孤独 我怕一个人 我不习惯一个人生活 但是那又怎样呢 这个仍然是我 我仍然是要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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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去面对这个自己呢 究竟哪一个才是这个自己呢 以前有很多人给我依附的是我 还是现在只有一个人 要自己靠自己 这个是我呢 其实两个都是我 那就是说 怎样都可以 有时候就是很有趣 我现在就要开始去学 我怎样去真正 找回自己 去学怎样真正 可以做回自己的主人 以前就是我常常把 你说快乐的锁匙 交给人家 交给人家 但现在不是了 现在我要学 怎样把这条锁匙拿回自己 一定要自己 可以操控自己的喜怒哀乐局 就等于是一个很聪明的演员一样 随时这场戏 我要叫你哭 你就要哭到 叫你笑 你就要笑到 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很聪明的演员 但其实我们人生就与这剧 都是一样 就是你掌控 我要掌控 我不要让你说两句 我又激气了 又激一大轮 让他赞两句 我又非无非役 很开心 为什么经常都要 因为人家去影响你 为什么你不自己 可以每一天睜大眼看见 我有手有脚 有身体健康 我起到身 去到厕所 吃到睡到 我就已经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原来 那常灵法师出家之后 你有没有曾经有过 我兴起一个念头 都想跟着他出家 其实有不少人都问我这个问题 尤其是 现在和常灵法师 一起 在寺院里面 那些其他的出家人 我每一次去到探访他们 或者做义工 他们每次都不舍得我走 每次都问我 安礼… 你别走 你不如过来出家 那样的好笑 好像很容易 对 好像很简单 老实说 每个人的学佛路 都是… 都是不同的 不同的 走的路都不同 所以其实无论 我觉得无论如何 最重要是看自己真正的感受 不要被外界的影响了自己 所以我很佩服常灵法师 他在一个这么风光的时候 他这么肯定自己 要走出这条路 结果真的被他走到 所以这个恩怨 真的很难得 其实你也有份帮助 我也是做完的 做完的 但如果我自己个人 我希望能够 把我学佛路的走法 在帮人的事业上 现在你总之开心就可以了 对 我想问一下 譬如说现在你说这些观念 是很好很正面 那会不会真的帮到很多 需要帮助的人 现在我就是很希望 能够利用我的余生 将我今次这样的经历 自己的体验 是的 体验 经过我现在不断努力的学习 我希望能够帮到人 所以我接着在七月份 其实有一间慈善机构 就邀请了我去做导师 挺好的 因为平时你说很容易 你做不到才行 但你有你的体验 变成你实际的经验 那些人会比较听得入 是 而且他会觉得 你都经过那条路 是的 我明白他们那种感受 我明白他们的困难在哪 我也试过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大家教学相掌 到时我也要去听 我去帮人 等于帮自己 你讲话我也要去听 好 邀请你做主教 我也要去听就行了 好 多谢你 谢谢 我爱你 最爱很多谢 谢谢 谢谢 您 感谢观看